香港是全球擁有手機比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幾乎人人有手機 我的手機電話收不到 很正常就是打開你的電信箱 我的區域收得不好 麻煩你加一兩個機閘 負責傳遞手機訊號的機閘 超過三萬二千座 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我們好像生日蛋糕 我拆滿一枝二枝 但是這座大廈有十幾支天線 看到一個三角形的蜜頭 寫著 radiation control area 已經驚一驚 武漢館周圍安裝天線 東南西北是相差一遍 三遍都有發射機閘 即是一個計時炸彈在這裡 手機天線發出的輻射無聲無味 是否真的這麼令人驚 自古以來宇宙充滿輻射 長期與我們並存 在大自然之中 太陽光、閃電 甚至地底下的花光岩 都有天然輻射 而人類本身也會帶來其他形式的輻射 電波通訊就是其中之一 黃竹坑這三座大廈的天台 一共裝了二十四支手機天線 住在頂樓的馮太 梳化就放在窗邊 她經常都會坐在那裡看電視 從窗口看出去 抬頭就見到手機機站 好像三支香 兩支香一樣拆住在那裡 所以就很不開心 摘不摘得又不知痛 是否摘得又才知痛 馮太九九年搬進來住 開始的時候不見附近有手機機站 近幾年才發現屋頂越裝越多 她擔心有輻射 為求安心 每天都沖補保健茶來喝 我家裡的輻射好得很重要 那些電線那些 干擾下來我們就很不舒服 還有頭上會痛 又睡不到 其實輻射可以分為電離輻射 和非電離輻射 電離輻射會對生物構成傷害 例如X光、核爆等等 它的能量極高 足以影響物質的分子結構 甚至損壞生物細胞之中的遺傳因子 我們經常接觸到的手機 和機站釋出的無線電波 還有太陽紫外線 微波都是屬於非電離輻射 它的能量較低 不足以改變物質的化學性質 有人說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說我們這裡的地點好 發射就靠… 夠高… 就靠我們 我們真的坐以待斃 對我們真的很不公道 好… 馮太太和其他住在頂層的業主 都很關心手機機站的安全問題 業委會成員林太翻查過紀錄 發覺有四間電信箱在天台安裝天線 每個月租金達到13萬 全部都用彌補貼管理費 較早前 業委會投票是否再和電信箱續約 最後獲得通過 對… 歷史下來 這麼多年它都沒有加管理費 利用這些天台的收入 你現在如果一下子一刀切斬下去 就要加三十幾個百分 那些人當然反應大 那它一定是投犯對票 那我們這些住高層的 不用說都作為犧牲品了 住低層的就說不關他事 不關我們事 是你們的事 馮太太知道還有其他公司 有意在天台安裝天線 她說很擔心 想過搬走 但也不是辦法 搬去哪裡都有 現在到處都有教 那你搬去哪裡呢 根據通訊辦數字 全港有1700萬流動通訊用戶 有超過32000座發射機站 過去三年隨著4G服務急速發展 通訊辦接獲的新建 或者改建機站的申請逐年增加 由2011年的2300宗 急增至去年的11800宗 三年合共接獲19000宗的申請 這個聲音好像以名的感覺 實際它不是真的以名 是一種自己腦內 即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 VV聲響的 莫先生兩年前開始有以名 他試過用官鳥用的器材 追查聲音來源 但不成功 他住在旺角這座大廈頂樓 四十幾年 電訊箱曾提出在天台安裝手機機站 大廈業主雖然不肯安裝 但附近四面八方都安裝了 他懷疑以名是因為電波干擾 這邊向東就有 向南就有 向西就有 但北這邊就暫時未有 你自己家裏撞也好 即是央及慈懿 莫先生說在室內時間長 耳朵會痛 晚上會睡不著 離開這裡會好些 他說有晚上去其他地方睡 他說最不開心就是人家覺得他疑神疑鬼 即是你自己說出來 就十個有十個都不相信 就以為你自己心裡作用 即是你或者有人逼遷你 你還可以去上訴求訴 但這種被人逼遷 你求訴無門 星期二檔案就機站輻射安全問題 向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查詢 他們以書面回覆 說香港是採用 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 在98年制定的限制時變電場 磁場和電磁場暴露的道則 所建議的非電離輻射限值 作為批核機站的準則 莫先生也有向通訊辦投訴 通訊辦職員在現場量度過 所有結果都是安全的 我們請了理工大學電力電子研究中心 主任鄭家偉 在天台利用天線和電磁波接收器 量度一下這裡的非電離輻射 我們已經試過不同方位 大部分電場的幅度都差不多 一個是在900多米 一個是在1.8G附近 這裡有些輸入出來 這些輸入多數都是手機 或發射站方面的輸入 他們看到幅度不是特別強 大約是幾個mW per meter 這是比較偏小的數字 而距離國際標準 是61W per meter的範圍 到41W per meter範圍 是低很多的 旺角街頭人來人往 手機Wi-Fi使用量很高 附近也安裝了不少手機機站 鄭家偉又在旺角街頭量度電磁波複石 得出來的數字都符合安全標準 這些發射裝置來說 如果是近的範圍的話 它真的挺強的 但因為它短距離 已經跌得很快 跌得很快 舉例來說 比如說這些發射器件 距離5米的範圍 已經跌得很多 距離10米來說 跌得差不多 是很低的範圍 要阻隔電磁輻射 金屬原來是最有效的物質 但有多少人願意 住在金屬旁邊的屋裡 為了阻隔輻射 市面上有不少聲稱防輻射的產品 究竟有沒有用 我們買了一幅窗簾布 一件印刺衣 和一條圍菌做測試 測試是由儀器發射模擬3G常用的輻射頻率 將測試用的物質放在中間 再由另一邊的接收器 量度到達的輻射 結果發現窗簾布和印刺衣 阻擋了九成輻射 遺菌就擋了七成五 所以如果我們這些物料 是有金屬的成分 那就可以對這些電磁波有作用 我們一般的成果都叫金屬隔離 坊間亦都流傳 有導電效能的備長碳 可以防輻射 但是經過測試 這一種只是阻隔了兩成輻射 這一種就更低 只是擋到百分之七的輻射 手機機站無處不在 不單止私人住宅 就連公屋天台都有安裝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過去半年收到三十宗投訴 而在過去三年 通訊辦就收到三百七十宗 有關機站輻射安全問題的 查詢和投訴 從這個角度這樣去看 我數一數 也有二十多支 一個屋村 已經有二十多支 這個大廈天台有十一支 初初你們以為是閉路電視 是… 就是核莊的人 是… 放垃圾 高空雜物 原來不是來的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都沒有通知我們 說要安裝些甚麼 做些甚麼 這個爺爺的房間 翁太住在石牌灣村高層單位 間間房的窗口 看出去都是手機機站 黃國興說房屋處 應該交代機站租金的去向 我了解就是房屋處 現在它五百幾個村 都有普遍裝有發射機站 但是完全沒有資準居民 但是房屋處每一年都收緊 接近一億的租金收入 你收了那些錢 又不是用去改善居民那裡 那些錢去哪裡 也都沒有交代 翁太家裡有老人家 也有小朋友 他特別擔心 法育中的小朋友受到影響 明年可能有二十多三十支 可能慢慢地對著我們 也不知道 八歲的兒子維軒 讀三年級 經常都在對正手機機站 的書桌做功課 他說間中會有不舒服 我經常睡覺的時候 有時會嗑嗑耳鳴 除了手機機站 生活中釋出輻射的物品相當多 五年前 黃先生買入這個位於 元朗頂層連天台的單位 喜歡這裡夠開揚 但結果過去幾年 他沒有什麼特別事 都不會上來 明明你合法地買了這個天台 沒有人找我 不讓我上去 但問題是你夠膽上去嗎 最初是你買了這個天台 初來的時候 對面這一座 只有兩個喇叭 今天我隨便數一下 這裡也有四個 起碼 上天台覺得不安心 那留在屋裡又會不會好些 黃先生的床頭對正機站 反過來睡 又怕看到窗外機站 更加不安心 令到他每晚沒有好睡 解決方法 就盡量躺在牆上 我覺得你反過來睡 你可能都是一個人 多一點的距離 是要影響你的 就已經影響了你 盡量在玻璃旁 你就不要躺在牆上 去到廚房 又跟手機機站遙遙相對 煮飯吃 無可避免要對得正 管理公司已經將它 隔離了一點點 即昔日 是比較正一點的 對著我家 天天跟電磁波輻射共存 雖然這些是非電離輻射 能量較低 但已經令黃先生很困擾 他向管理公司反映 也沒有辦法解決 只是希望將來機站 續約的時候 可以聽聽高層業主的意見 有些報道說這些非電離輻射 所謂2B級 炮菜也是 炮菜也是 當然炮菜可能是致癌物 但當你回到家 就開始被餵食 一定要你吃 認識到你 我睡覺了,我不吃 不行 你要繼續吃 那我繼續吃 我正在睡覺 你繼續餵我 不管你吃多少 總之你吃 認識到你 何時吃完了 你離開家便吃完了 他曾經去信衛生署查詢 衛生署的回信說 世衛指出電磁場超頻反應徵狀 是真實的 有部分人對電磁輻射 是有真正健康上的影響 但是世衛同時指出 有關的指引 只是適用於一般人 黃先生有三個子女 其中一個有長期病患 做爸爸的很擔心機站的電磁波 會影響小朋友的健康 我又不想完全去賴那件事 其實我也證明不到是否 最後你發生問題 哪一個作出賠償給你 因為你找哪個醫生 可以正正去證明到 你今天的病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機站 或者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機站發放出來的輻射 通常一般人 一定是一些輻射員工就有分別 譬如你是負責安裝天線 你可能接受輻射量 就會比其他公眾一定是多 譬如我們在醫院裡 會操作一些輻射熱器 很肯定我們應該接受輻射的劑量 會比其難高 譬如我自己本身有沒有病 對於與輻射的反應 應該沒有甚麼特別關係 香港輻射管理局成員 本身是港大臨床總樓學系教授的 曠麗雲說 根據世衛的資料 使用手提電話的射頻 比機站高出一千倍以上 一般人適度使用手機 比視輻射為洪水猛獸更加實際 如果你看到一個酒機發電站 所以你就很憂慮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甚麼需要 與其擔心發電站在你旁邊 你需要不需要搬屋 反而就是可能小朋友用那個電話 其實就算不是輻射是否影響 小朋友例如對眼睛發育的影響 不會有 整體的大肌肉發育是否有影響 其實都是一個應該值得關注的地方 會了解開心中疑慮 黃先生先後在一零年和一三年 向通訊辦投訴 經過量度之後 發現兩次都低於現行標準 有標準比沒有標準 但你的標準是否適合現在 特別在香港這麼繁雜的都市 那裡仍然維持十幾十年前的標準 我真的誠意 專門研究電磁場的梁世榮指出 目前香港採用國際非電力輻射委員會的標準 以1800響克為例 香港相對於中國、澳洲寬鬆 但相對於美國就較為嚴謹 他認為香港可以定時檢討 手機或者包括發射站 通常都將影響維繫住在熱能 即人體的溫度升高多少 來做一個聯繫 其實對人體的影響多少 未必是一個熱能效應 可能對細胞或者DNA有其他的影響 這個或者是一個未知之數 梁世榮引述國際癌症預防雜誌 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 指出以色列一個小鎮建立機站之後 雖然電磁輻射沒有超出國際安全標準 但據聞長期生活在3000至5000微雅的電磁場之中 在3至7年之間患癌症的比率 比其他沒有機站的地方高出4.15倍 但是梁世榮說 這個研究並不能證明 手機發射站和幻想癌症有直接關係 近年又有人關注香港的電磁場輻射標準 比德國建築生物學院的標準高出9000倍 梁世榮指出德國標準不是法定準則 而且只是適用於睡眠狀況之下 他個人認為和國際安全標準直接比較並不適合 到市人越來越關心身邊究竟有多少輻射 我們請了城市大學博士研究生雕仁亮 量度一下生活中的輻射究竟又是怎樣 首先我們去了沙田一個私人屋苑的天台 這裡一共有16支手機天線 量度出來的結果 最大值是13.54幅每米 6分鐘的平均值是9.22幅每米 都低於國際標準 住在這個屋苑的曾太太 聽到這個測試結果有點擔心 他說家裡有老有亂 很重視家人健康 電磁波和輻射每分鐘每時每刻都會釋放出來 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身體的免疫能力處於最低的狀態 我們時刻被這些電磁波和輻射騷擾 我們身體是否真的得到很好的休息 是否會很放鬆 我很擔心 本身是註冊護士的曾太太說 明白日常生活無可避免充滿輻射 例如煤氣煮食 會釋出帶有電磁波射的冬氣 而不同的家用電器 或多或少都帶有非電磁波射 釣人量來到他家裡量度一下 在這裡的電廠強度 從零點幾 會變到最大的是3.06幅每米 和Esinop的標準比 還是比它低很多 有量度幾乎每家都有的Wi-Fi 還有暖風機 和發熱電煎 發覺他們的電磁輻射都低於國際標準 曾太說會放心用這些電器 但對機站始終有戒心 家庭的電器 選擇權在我們手上 我們有需要就可以去用 但那些天線發射器 是24小時不斷不斷地運作 未來那些合約 我們要求它是不續約的 曾太和一班業主組成關注小組 希望不再和電訊商續約 但因為手機機站每個月有12萬多收入 經過所有業主投票 最終以51%對49%輸了 不關我的事 我住得低層 想回二、三十年代的吸煙 或者五、六十年代的石棉 常常都用 但你用了三十年時間 證明有害或吸煙 付出很大的健康代價才知道 科技不斷進步 我們既要享受流動電訊帶來的方便 又不想手機機站的輻射干擾日常生活 怎樣取得平衡才是最重要 即是如果你那件事 你也不需要收 為何你要人收 這一刻做出來的標準是沒問題的 過了十幾年之後出現問題 到時後悔已經很遲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恐懼 太過控制我們的生活 地球上的輻射無轉不在 低低量的輻射 其實對我們人體無害